据黎巴嫩官方通讯社报道 当地时间12号晚 黎巴嫩与以色列边界地区再次发生火箭弹袭击和炮击事件 当晚一伙不明身份者从黎巴嫩南部城市苏 苏尔附近向以色列发射了三枚火箭弹 以色列随即向苏尔地区开炮还击 并且出动了战斗机、武装直升机和无人侦察机进入黎巴嫩南部上空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这是以色列两天之内第二次遭到来自黎巴嫩境内的火箭弹袭击 现在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两次事件负责 随后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和黎巴嫩安全部队 在黎以临时边界地区加强了戒备 连黎部队司令塞拉12号发表声明称 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黎以停火的相关决议 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该地区的稳定